最近翡翠切的有些多 冰漂花手镯料 天空蓝高冰料 能玩的都完了 所以 那 干 干这个 这些大手镯料 全堵的 这个的话咱们下午切 今天 这个 小的是整件 这么小 是不是最近切的料子 都太过精凉 这么小 也想争点风芒 也太不切了吧 俗话说 凝堵一线不堵一片 指的就是这样的色料 你不要看它小 这个东西是玩色的 原来是暗藏玄机 很多翠友 玩翡翠总觉得 隔头大的买到 就是准的 但总会悬释 什么笑答而无为 本以为 今天老张汇水失品 结果又整狠 会出来开眼镜 如果说颜色 云 浓郁 再加上它的种好的话 那这个东西 价值翻倍 如果说堵不到的情况下 那这种东西 也有可能 就没什么用了 都知道 赌石变化无常 知道好的几率 也要清楚坏的可能 赌石没有必胜的战 能做的只有寻找竹丝马迹 增加对翡翠的判断 来来 来一下 我不期待啊 真是其貌不扬了 这得标的 是不是 其貌不扬了 丢在大街上 你怕他不会看一眼 这小东西 动不动就几万块 动不动就几十万 你说他疯狂不疯狂吗 老张花贤交学费 各位关注学经验 先和大家讲讲为什么 另赌一线不赌一片 所谓的线就是翡翠的色带 它代表着内部的颜色 像水杯一样 由内而外溢出了 而一片色更像是 水杯被水测湿 外面有色里面没有 纸上不谈兵时战减真掌 来了啊 看到有色曼的表现了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了 是不是 它是有这个表现的 一条啊 闷它一针啊 神仙探路 怎么样 你看 哇 洋了 色进去了啊 色有了 第一针下去就见色 但还要继续扩大才能知道 色的浓郁程度和干净与否 看一下啊 哦 马嘞 真 这个颜色不暗你知道吗 色带的一般不会暗的 对 好在没有打脸翻车 北翠的颜色也分等级 今天这块开的 重水膏颜色辣 只要后面的不变种 那就是稳稳的幸福 我要稳稳的幸福 能抵挡我时的残酷 在不安的深夜 没有个归宿 本以为能一直幸福下去 可幸福过程中难免有风波 料子的一边已经大转了 可还想试探另一边的色带 不是不知道 已是吓一跳 这色根的位置是在这边 看到没有 它的色比较雅 那这边呢 你看 它的色啊 明显就变淡了 一流之外的是颜色的变化 可能是开头第一针的反馈太好 甚至已经到达了淡面积 起步太高就会走得太飙 虽然另外一边的色也很不错 但和之前的相比 还是会让人有点失落感 不过能开出这种级别的色 咱们也别得了便宜海外观 再看下去就 就应该是过了色带的位置吧 也不是 它色带是缠着的 但是这边可能会淡 没有这边的颜色浓郁 这边有色分 这边有色分 它就非常漂亮 见好就说 做人莫要太贪心 做人莫要太贪心 见好就收 肉质大家现在目前它清晰可见了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呢 同行也好 玩家也好 他能看得到品质 能看得到数量 他就敢给价了 应该这个料子涨个百分之五十六十 这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